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张艺谋和龚丽主演的电影 叫《古今大战秦永情》 这里边的兵马俑都是用真人制作的 往将士们全身上下祸泥 然后再进行烧制 这个情节我想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点 因为目前出土的几千个身高在1米8到1米97 按照1比1真人大小制作的秦兵马俑 制作的实在是太逼真了 看过的人都知道 这些个兵马俑是一列列一行行排列有序 真如千军万马扑面而来气势恢弘 可能是再见了大秦军团某次战争出征前的状态 经过专家们缜密的分歧 这些军团将士很可能是在秦末乱世 突然下落不明的秦朝的精锐精师军 那这个定义很重要 涉及到兵马俑军团性质 也涉及到整个帝国秦军的动向 甚至还会牵涉到秦帝国的灭亡 楚霸王的失败和 汉帝国的胜利等诸多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呢重点先来说说 这几千个秦勇的面部表情 他们五官轮廓明显 栩栩如争 个性特征也是呼之欲出 更神奇的是 几千张脸竟然没有撞脸的 各式各的气质 要知道古代人对头发 须眉都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 古人会把一个人的头发 看成是他身份地位的标志 那么从秦勇的发型看 有螺旋纹式 波浪式 发际有缘际 贬际 缘际又有单台缘际 双台缘际 三台缘际的区别 五官中的胡须 那也是各不相同 有落腮大胡子 有三滴水式的 还有长须飘飘的 还有一撇一纳八字的 那可以看得出 生活中的秦国人 都有自己的审美观 比现代人要臭美 更让考古学家吃惊的是 将士们的脸型 加上他们不拘一格的 头型和发型 恰好与十个汉字的形状相一致 这些汉字分别是 日 甲 由 由来的由 中 用 用来的用 字 自己的字 木 风 田 和国家的国 具有很强的地方性 多数像陕西 关中以西 及甘肃东部人的脸 具体有什么含义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虽说这八千多个陶勇 彼此不撞脸 但好玩的是 他们专撞当代明星的脸 像王宝强 陈道明 姚明 孙杨等等 简直就像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这个图片呢 我提到节目介绍里了 加上春秋战国时 确实有君王死后 为了殉葬 把活人身上裹上布 然后用泥封住 再放到窑笼里去烧 最后涂上颜料 很残忍地制成活人蛹 用来陪葬的情况 所以很多朋友不禁想知道 秦始皇兵马蛹 是不是也是活人烧制的呢 我们之前节目讲过啊 经过检测 答案是否 如今挖掘出来的兵马蛹 其实呢 只是整个地下军团 其中的一部分 据专家推算 全部兵马蛹 总共可能会超过三万个 如果真用活人烧制的话 这三万人难道不会反抗吗 更重要的是 经过检测 没有发现陶俑内部 有骨灰遗迹 那么 这么多的兵马蛹 怎么会制作的 如此栩栩如生呢 专家解释说 秦始皇时期 并没有我们现在 这样的生产流水件 这些陶俑呢 都是由不同的工匠完成的 这就导致了 不可能完全一样 就算是同一个人制造 也不可能会两次 都做的一模一样 可问题是 在古代制作工具 烧制工艺 跟现在比 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秦朝的工匠们 是怎么制作出 这么多威武雄壮的 秦军将士来的呢 经过对永坑出土的 数以千计的武士勇 进行清理和修复 考古学家们 反复观察对比研究后 暂时是简单的 总结出了 陶俑的制作方法 您听完以后 八成得为帝国工匠们 点赞 真的好复杂的说 先得用泥把头 手 塑成勇的粗胎 再经过二次赋泥 对细部进行 气质的刻画 比如说脸部的 胡须很有可能 就是一件件 手工贴上去的 眼睛很明显 眼睛很明显 是一枝枝雕刻出来的 陶俑的躯干 也是要手速展示细节 塑造的素 等头 手 躯干 分别制作完成之后 再组装套合成 完成的陶俑 入窑烧制 你想啊 兵马俑一个就有百公斤重 从泥塑 晒干 运送 到被烧 泥气合成 这也就显示了 当时中国人的智慧 烧好以后还没完 工匠们还得在 秦勇的外层 涂一层升漆做底子 再往升漆层上彩绘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 灰秃秃的 秦始皇兵马俑 最早都是有色的 绿红紫蓝 是当时的流行色 只是由于 埋藏在地下几千年了 七层老化脱落了 所以导致 现在大体上看到的 都是土色 从陶俑身上 残存的彩绘颜色 分析后发现 其中很重要的 一种紫色的成分 是硅酸铜倍 目前在自然界中 还未曾发现 也就是说 肯定是人工合成的 可是要知道 现在的人们 只有在超导 世界里的衍生物中 发现这种紫色物质 而如此高科技的合成物 怎么会出现 并应用在 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呢 只能说 中国应该是世界上 最早掌握高科技 合成颜料的国家 至于怎么合成的 至今仍然是个 未解之谜